市井赛 决赛的一盘精彩对局 双方形成中炮过二局 对平风马的流行布局 此时 黑方最常见的也有平炮对局的变化 但孟城选择左马盘盒 把布局纳入自己熟悉的轨道 红方马拔近七 黑方起横距 也是比较积极的选择 那以往 红方出现过兵武进一 即进中兵的攻法 但黑方会足迹进一反击 双方对攻比较激烈 实战 赖利修选择平居捉马 相对比较稳健的变化 等黑方进马踩兵 再越马盘盒 伺机马踩中足 那布局至此 黑方一般会直接双横距 值得一提 红方可以炮五平四 防止黑方平居腰队 也准备马六进四 发展下去 会形成一个布局套路 双方另有攻守吧 我们回到实战 孟城经过一番AI研究 果然也不落俗套 选择足七进一 冰柜神速 准备马踩中炮再冲组 红方赶紧炮五平六 下一步俘有 居四平三卓足 所以黑方 居八进一 举一下身份证 随时准备平居腰队 以下向七进五 居一平六 红方把居对掉 然后炮八平七 准备兵器进一 和居九平八 黑方进居捉马 让红方进马踩足 再炮而退一 准备把子弟都集中一一 尤其瞄住红方的三路线 赖旅兄出狙捉炮 先考验黑方的应声 如果说炮二平三 那红方可以 居八进八再捉 另外值得一提 黑方如急着炮二平七 红方会居八进五 准备居八平三捉炮 黑方就算补向 红方还是服有居八平二 在居二进二 葵花点穴的战术 准备居二平三之外 也暗藏炮流进流 卡住向眼 如随手炮弃进三 那红方会考虑 BOOM 起马踩相 那么发展下去 红方明显出动 我们回到实战 孟城果然研究有素 同样平炮 他选择炮二平八 是一步正招 预防红方迅速的 居八平二 这么一个思路 以下四六进五 前炮平七 G八进五 那眼看红方 G八平三 或者平二 看似要还原 我们之前推演的变化 但梦城从容的足迹平八 含蓄有力 首先防止G八平二 同时引诱红方 G八平三 着双 但现在区别是 黑方的七路炮 是前炮 黑方服有 G六退三 以退为进的 翘首 准备平炮 打G 以及冲足 那如果你想的是 退G吃马 那恭喜你 黑炮刚好 打死红区 所以实战当中 赖旅兄 当然没有 G八平三 他果断 兵器进一 以牙还牙 下一步准备平兵 描住黑马 黑方索性 禁足 司机充足 着死红马 但李兄 不为所动 B七平六 抢先发难 黑方如果说 补相 看似稳健 但红方会冲兵 准备炮打马 引离黑炮之后 再先手冲兵 红方比较主动 所以实战当中 孟特索性 以攻为手 什么意图呢 就是引诱 红方 炮打马 然后平足 吃马 下一步威胁 马踩中向 那我们假设 红方随便 走鞠 那黑方可以 BOOM 瞄住底向 配合成体炮 温攻的威胁 这个起 红方容易胃疼 所以实战 赖旅兄 也不急着炮打马 先炮六进一 利用一个过门战术 具体我们来看 黑方炮八平七 抱住 红方再炮七 进五 打马 由此 避开黑方以后 八路炮 沉底的攻击手段 现在关键是 黑方该如何应对 好 正招 应该考虑 拘六进三 卡住下面 值得我们探讨 威胁马踩中向 相当严厉 红方 炮六平三 对马 显然是 握不住 所以只能 事武进四 这招起 先B一手 抵向闷攻 也准备 适思进武 比如说 黑方不能随便 马踩向 因为红方 捕失之后 七路炮 守住 沃槽 下一步 炮六退二 打黑局 红方 占优 不过 这棋 事武进四之后 黑方可以考虑 平足吃马 那威胁 吃事 这棋 发展下去 还是各有 顾忌的局面 但整体 黑方 比较容易掌控 我们回到实战 红方 炮七 进武 打马之后 孟城 没有选择 居六进三 随手 平足 吃马 却是一步 软手 他心里 这么想 我下一步 马踩 中向 在后炮 平发 威胁 底线 闷攻 说句玩笑话 你教练 王天一 过来 也顶不住的 但他 没有想到 赖里 熊 早已深谋远虑 进局捉炮 果然是 见缝插针 以下 红方 通过 借力打力 不但能 为位就造 还能 反客为主 我们来看 A方 十六进武 打局 红方 抛弃 紧一 腰队 A方 称势 再打局 红方 退跑 准备 逼对 A方的炮 A方 不肯交换 选择退市 还是形成 炮打局 炮弃进一 形成一个循环 黑方才意识到 不能上下 是 常打 红局 因为属于 犯规 但如果说 对炮 那红方 还不一定 鞠齿炮 可以炮打马 简明有力 等黑方逃炮 再炮打底下 黑方少向 而且没有攻势 也是干亏 所以实战 孟臣 也很无奈 索性 马七进五 七马踩相 实际上 等于白丢一子 也由此可见 黑方 直前 死马 不急着吃 先居六进三 卡住向眼 得微妙之处吧 那样 红方 来不及 进居 捉炮 但以下实战 向三进五 后炮平三 局把平七 足七进一 红方 炮流平七 先避开黑方 拘六平三的反击 足七平六 黑方准备 沉底炮偷杀 红方出帅 黑方平炮较将 如 帅六平五 黑方可以 炮四平七 再较杀 所以李兄 索性称势 等黑方炮打势 再先手回马 然后退居腰队 黑方勺子 显然不好简化 炮四平二 预防红方 炮七退一 也争取进居 着向反击 但赖李兄 不为所动 炮七进三 四机炮打边阻 再拘炮沉底 一方平足 形成局着敌视 红方不适 一方足七平六 争取不变作合 但红方果断上帅 也是胸有成竹 以下足九进一 兵六进一 足五进一 兵六平五 随时准备破项 配合白中炮 对黑方形成威胁 一方无奈 索性足五进一 为了活动巨鹿 刺激 巨六平三 攻击红四 或者平二 捉猛 比如说巨二平五 那黑方可以考虑巨六平三 进行骚扰 红方如随手巨五平七 那黑方服有一个偷吃的手段 炮苗助红兵 还服有炮五平九攻杀 我们回到实战 赖铁松果然骑风凶悍 至中兵不顾 前兵进一 大到阔府的战术 什么意图呢 黑方如足五进一 那红方可以考虑炮七平五 或者陈底居 刺激对调黑居 黑方如果退市 这期红方服有连续手段 打破黑市 黑方如果平足 那红方炮五平一 再陈底炮 准备抽僵 另外黑方如随手飞向吃兵 那红方可以迅速入局 我们回到实战吧 实战当中 孟城选择 闲飞向踩兵 红方好奇平五 黑方才出将 意图很明确 为了保留黑居 骚扰红帅 以下兵武进一 黑方平居捉马 红方平居一将 平中将 这时红方显然不能马八退七 因为黑方平居一将 白吃白喝 所以马八退九 G二平四 红方称四 黑方在G四平三 四机G三进四一将 在G三平一捉马 红方简单退帅 黑方再平居 盯住红市 赖旅兄赶紧退居吃足 黑方一看 也不能让红方逼对居 只能 砲打中向 利用先气候取 对掉红炮 简化之后 红方显然还是大战优势 关键是如何进取 赖旅兄果断 进马咬居 紧凑有力 黑方不敢退居吃兵 否则马六进八 准备卧槽码 这起发展下去 黑居不能离线 编组和中向随时也会被吃掉 所以实战 孟城选择 局持编兵 四机偷杀 以下居六进一 向五推三 马六进四 黑方平居战略 也只能见招才招了 好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转折点 眼看红方 居马兵 兵临城下 赖旅兄本来得奖感言都想好了 如何砍瓜切菜 成为世界奇王 此时 却随手走了 G二进三 直接对居 这朝起 却忽略了 黑方以下可以及时平足 吃掉红方的鞭兵 形成巧合 因为在这个位置 每当红马一动 黑方可以刺激平足 吃掉或者对掉鞭兵 最后双方形成 黑方双式过合足 守合红方马兵的一盘合起 确实有点可惜 那我们回到转折点 实战当中 红方直接G二进三 措施良机 应该先沉底G一将 这朝起非常讲究 利用过门战术 逼迫黑方退时 再退居腰队 黑方显然是不好避开 否则G二平六 等黑方补适 再平中帅 借帅助攻 这朝起准备退居 捉死黑足 或者平均 比如说G六平八 那红方G六平三 叫杀 势不可挡 另外这个棋 黑方不退居 如果说对居 那红方将来 马二退三 先手咬足 非常及时 现在区别是黑方 没有中式 以下挂脚马一将 再回中马 这位置恰到好处 下一步马五退七 吃掉编阻 同方胜定